这个提醒大家 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病毒是非常厉害的 现在已经倾向于非常明确 这是人造的东西 有一段是艾滋病的 有一段是SARS的 所以这个他一旦得了以后 后果非常麻烦 因为有艾滋病的问题 艾滋病问题可能长期潜伏 类似于艾滋病就得一辈子这种 所以现在越来越医学上 现在越来越有这个趋势 所以大家一定要防护好 大家一定要防护好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千万要避免 所以一定要高度种植这个病 所以大家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是非常之重要的 现在来讲 为什么给大家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实际上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 跟你离得挺远 实际现在来讲 我们现在医学上 现在已经越来越最早的猜测 我的猜测做最早的 一些专家猜测是对的 他是用SARS病毒的一段基因 加上艾滋病病毒的一段基因 是合成的 所以他有SARS的特点 传播性比较强 但是还有艾滋病基因的一个特点 艾滋病基因 大家知道艾滋病就让你 所以为什么早期 第一代得的人全都死了 死亡率是非常高 为什么一家一家的传播 在武汉第一代传播者来讲 健康10人病人 将近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病人 全死了 就是因为第一代毒性特别强 艾滋病把你免疫系统摧毁了 这个不单身肺炎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个很大一件事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建议你们来讲 我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 有好的建议 但是我建议你们给自己的家长 给自己的朋友 现在V1用的调解肠道菌群 这个医生菌提高免疫力 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你们有条件 还可以来讲 上次我在讲课当中 给你们提到了 你打一点 或者讲 就是这一张 粗加免疫的凶腺态 这种东西可能还是有用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可以用这种 还有第二来讲 就是来讲 用医生员这种东西来讲 就类似于清美这种东西 去调 调的这种 要调免疫 调肠道 这是第二个方法 还有第三个方法来讲 可能就是一个来讲 要注意的要点 可以用中药 中药那个三合茶 你可以加点香参 加点虫草什么的 长期慢慢喝 这个提高免疫力 我现在就给大家提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来讲 就是说 可以用中药的东西去调理 第二来讲 可以西医 用的是凶腺态 凶腺态 但是凶腺态的这种 可以考虑用凶腺态 钢脑素这些东西考虑 第三个就是这样 就是用那个 对你的家人 我建议你们用那个 三十千位 三十千位中 对提高免疫力 还是非常明确的 这个病来讲 在刚开始 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因为刚开始我们偏乐观的 因为它跟SARS一样 觉得SARS反而也不能过去完了 但是现在发现 痊愈的病人里面免疫系统都毁了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现在随着时间的延迟 我们现在也越来越紧张 我们现在一直存在争议 现在看来逐渐逐渐的 现在就是 就是看着一些病人里面 现在之后 好了以后 还在传播 还在这个 跟艾滋病后会一样一样的 病毒根本消灭不掉 不要这么疫苗 我就告诉大家 疫苗 艾滋病研究这么多年 都没出疫苗了 你们不要指着疫苗能出的 那都是江湖骗子 说疫苗能出的 都是江湖骗子 那是江湖骗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